话说 我去年寻找群生性的鸡肉丝菇 也就是姐妹菇喂果 口味失落 于是趁着今年初 随白沙屯妈祖和善变妈祖徒步见乡 向双妈许愿 希望今年有缘见到姐妹菇 影片记录在下方的叙述栏 今年第一波梅雨嫁铃 我就发现了一群姐妹菇 总共19朵 我的愿望成真 已经高兴到唱歌调舞 谁知道第二波梅雨来袭 我又同时巧遇三窝姐妹菇 第一窝有八朵 第二窝有117朵 第三窝有32朵 这叫药五毛给一块 我赶紧敲敲自己大腿 证明这不是梦游 两次寻故记录 也在下方的叙述栏 这种野菇奇运是生平第一遭 我已经不管这是神机或是巧合 既然已经向双妈许愿 肌肉似乎又浩浩荡荡出现在我眼前 不来还原良心过意不去 以后也没脸再来拱天公 所以廉价的第一天 也就是端午节 我就来拱天公 向白沙腿妈祖报告寻故结果了 也许是廉价的第一天 人们还在享受赖床的难得奢华 今天相课不多 拱天公真正人多的时候 挤都挤不进来 更别说停车了 所以今天来是对的 还愿这是说来蛮功利的 好像是某种利益交换 我向神明要求什么东西 愿望实现就来还愿 所以要了表心意 那如果愿望没有实现呢 朋友们对还愿这事有什么见解呢 愿闻其详 总之 我向神明表达谢意的方式 就是添邮箱 谁知道投掷邮箱前时 竟然忘了按录影键 哈哈 我如果说谎 白沙腿妈祖会罚我 明年找不到任何姑姑 一朵都找不到 我注意到妈祖的信徒 有年轻化的倾向 记得我年轻时是很叛逆的 总觉得公庙是封建迷信的象征 要我去公庙根本免谈 朋友们对于徒步近乡 这些年吸引众多年轻相克 有什么看法吗 再来 当然也要来山边妈祖宫向山边妈祖表达谢意咯 我其实蛮喜欢来山边庄 光是那宁密安详的田园气息 就有一种安魂凝神的效果 对了 这只是山边妈祖的临时行宫 他已经在附近选定新旨 很快就要动工兴建 届时香友们就有新旨可以参拜了 向山边妈祖聊表心意的时候 这次有特别注意录影见 不成敬意 希望山边妈祖海寒 不远处的海角乐园和好望角是必游的 不光景点优美 行经的海岸山路更美 有山有海 白沙屯和山边庄真是仙气飘飘的好地方 难怪会成为宗教圣地 是这一块 好香 这个是你的 是这一块 还有一块 这块有个掉下去的 难怪没 战利品 两颗黄地瓜 两颗大西瓜 对 这个是白沙豚的特产 黄地瓜叫黄地瓜 它看起来是香瓜 但是剖开来里面是西瓜 是红色的肉 黄地瓜看似香瓜 其实是不折不扣的西瓜 瞧甜美多汁 不愧夏日凉拌